綜合練習的配伍數量表 第一個動作請你先做什麼 也許你可以把題目先放旁邊 一邊看 這樣會比較清楚 我大概把需要的動作先做一個 請你先把公式名稱管理員先找到 做什麼呢 把這些名稱全部刪掉 因為他有一些名稱已經幫我們定義好了 可是有些有定義 有些沒定義 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些是需要 所以我們乾脆重來 把名稱管理員裡面的名稱全部刪掉 關閉 第一個他要我們做總發行股數 就代表他 分配盈餘就是這個 那如果說我要定義名稱 至少會有三種方法 那比如說以這個來看 這裡當然你可以把總發行股數複製 油標放這邊貼到這邊來 Enter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沒有第二個方法快 哪個方法 公式裡面的定義名稱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按定義名稱 它有個優點 就是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名稱自動帶到這邊來 OK 你按確定 它就完成了定義的動作了 OK 總發行股數就過來了 總發行股 那跟剛剛那個方法 貼上 Enter是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那邊比較快 方法都可以 只是說 第二個是這邊叫分配盈餘 所以一樣喔 你不用複製貼到這邊 你是直接 優標放這裡 定義名稱一下 分配盈餘就過來 那定義名稱的好處是 它不會把標點符號帶過來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請你把股東姓名一直到 現持有的這個股數 全部都把它定義名稱 那因為我們有A到H有八個欄位 所以以前如果你要定義就是 選取定義 選取定義 很花時間 比較快的方法是 1 優標放A3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1是就是把整個範圍全選 那我前面好像有講過喔 公式裡面的第二個 這個定義名稱的方法 叫從選取範圍建立 然後呢 請你選擇頂端列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股東姓名 定義成一個名稱 它的範圍就是下面了 OK 這一招很方便 因為以後呢 如果你有欄數非常多的話 我是強烈建議 一定要用從選取範圍建立 如果你的欄通常在頂端列 所以欄名 那什麼時候在最左欄 可能那個資料剛好 剛好是橫向 不過比較少啦 大部分都還是頂端列 利用這樣的方式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會定義出像什麼 股東姓名 股東姓名在這裡 它就自動幫你把它找到 A4到A58 那如果其他欄位的話 一樣的方法 就是每一個每一個欄位 它都會自動幫你定義好了 所以原油股數就下面這個 一直到現持有的排名 全部都OK了 那我們就定義好8個加2個 已經有10個了對不對 另外的話 配股數量表跟稅率表也定義一下 所以配股數量表指的是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喔 你可以定義名稱輸入 或者是你乾脆把這個配股數量表這邊名稱 點兩下 右鍵不行 Ctrl C 把這個範圍喔 不包含欄位名稱的部分 選起來貼上 Enter 這個是配股數量表 稅率表的話 一樣點兩下 Ctrl C 那不包含欄位名稱的範圍這些 貼上 Enter 記得貼上之後一定要Enter 好 那請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說呢 我的欄位在上方 那如果你要查一定用V-R函數 如果呢 你的欄位在左邊的話 記得用H Lookup 因為它是橫向資料 那這個是縱向資料 不過喔 理論上縱向資料還是比較多啦 所以這個因為用的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將來 假設要把它改成縱向的話 應該知道吧 複製之後 你可以用選擇性貼上 在選擇性貼上有個轉字 它就可以幫你轉過來了 轉字之後一樣嘛 反正就這樣用 如果說這資料你可以控制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它轉字好了 不然的話一下用V一下用H 會搞不清楚 不過這邊因為練習題 我們就直接用這樣 那這樣的話我就 有第十一個第十二個 所以有十二個名稱就建立好了 那建立好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分別把一、二、三、四、五個問題 分別作答 那這五個問題的題目在哪裡呢 實際上就在旁邊這裡 他說分配股數要怎麼做 就是用業績去搜尋配股數量表 然後呢得到配股數 這個配股數就是說呢 它如果業績是在這個範圍 那就是一萬股 那如果假設啦 比如說以這個人來看 這個是一千四百五十萬的業績 對不對 如果以這邊來看 它應該是一千到兩千之間 三萬五 所以理論上你這邊就要填多少 三萬五 但是你不可能說一個一個慢慢填 你要去查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查詢的時候呢 這邊以萬元為單位 可是這個沒有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你要查的時候要怎麼樣 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除以一萬 再到那邊查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先把 名稱先定義好十二個 待會我們再把這邊一個一個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最後一樣 做個VBA吧 一鍵按下去 全部OK了 一個清楚 一個全部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那個 綜合練習的配股數量表 先試著做做看 這個呢 分配股數業績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用業績搜尋配股數量表 那搜尋查詢一定 插入函數一定用哪一個呢 前面講過 V-R函數 而且它資料是縱向的 第二的話查什麼 查業績 業績 你可以點這邊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看就按F3 找到這個欄位 它叫業績 這樣也可以 它會那個範圍的同一列 就是它現在的同一列 就是1450萬 除以1萬 因為它1萬有一個單位 那就1450萬 去哪邊查呢 F3 去這個配股數量表裡面查 所以配股數量表找一下 找到 那找到之後要第幾欄幫我搬回來呢 那你可以再點這邊一下 它會切過來 這招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1 2 3 那你就可以再點這邊一下 它又切過來了 那你就輸入3 我們要查一定查第一欄 那帶回來帶第三欄 比對方式呢 你不能用0 因為沒有一模一樣 只能用1 找接近的 OK按確定 有沒有 快點兩下 下面的話呢 就自動填滿了 應該沒問題啦 現金股力 所以這個OK了 再來現金股力就是 原來有的股數 加分配到的股數 總和 所以原來有的股數在這裡 分配到的股數 所以這兩個相加 然後呢 總和除以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分配盈餘 哇 光看到頭都暈了 不過如果你會用名稱的話很簡單 等於F3 原來有的股數 有沒有 加上F3 分配到的股數 先加 因為它題目要我們先加 總和除以什麼呢 F3 總發行股數 所以總發行股數在這裡 再乘上F3 分配到的盈餘 有沒有 其實就這個啊 反正你就照著做不就好了 所以以後你上面的Leader 你的主管跟你講什麼 你就要抄下來 然後把它定一個名稱 按F3 最後做出來結果就OK了 那當然你說這裡面到底對還是不對 或者有沒有意義邏輯對不對 其實那不是 應該不是很重要啦 因為最重要是上面的人叫你這樣做的嘛 錯也是他錯嘛 對不對 所以 之前有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有些地方的邏輯怪怪的啦 不過我這題目啦 你也不要 我們只是說 重點應該是 學會如何定義名稱 用F3把它帶出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哇 簡單多了對不對 稅率的話呢 那一樣嘛 稅率就是 原來有的股數 與分配股數 去查稅率表 所以其實這邊好像剛剛有原來有的股數 加分配股數 這個公司剛剛有用到 所以複製一下 取消 再到這邊 那因為要查稅率表 它在這一邊 所以呢 記得這邊稅率 要查詢 HLOOKUP 所以插入函數 用HLOOKUP這個函數 然後呢 把這個貼上一下 原來有的股數 加分配到的股數 這題目有的齁 總和 因為它那邊過來是 也1萬有為單位 所以出1萬 這個也一定要 去哪邊查呢 F3 去稅率表裡面查 稅率表 所以這邊有個稅率 稅率表在這裡 稅率 欸 稅率 欸 居然沒有 那有可能是我 剛剛是沒定義到 所以這個的話呢 取消一下 我看一下稅率表 這邊 其實這樣選起來就知道了 沒有 所以我剛剛是怎樣 一邊講忘記了 我是還跟你講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Enter 所以記得 可能 因為之前有同學 常常出現這樣的錯誤 就是他可能用打的 然後他Enter 因為新竹音Enter 是把字輸入 其實要再Enter才對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再Enter 那怎麼確認有沒有 當然第一個 你游標這樣選舉 他會有稅率表 第二個是 你到 那個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 也可以看到有沒有稅率表 有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一樣 再把這個 Ctrl C 然後 插入函數的話 用那個 Hlookup 然後去 查詢什麼呢 剛剛的東西 那其實當然你也可以用F3 不過 為什麼我直接用剛剛的貼 主要原因是因為 一個格子裡面F3只能用一次 第二次的話呢 怎麼辦 它出不來了 怎麼辦 那所以後面你可以用自己打的 所以 原有股數可以帶 那分配股數只能用自己打的 OK 除以1萬 那 Table Array F3 稅率表 所以把那個稅率表給他一下 稅率表出來了 那 要 比對的是 第一 列 帶回來是第三列 稅率 所以3 比對方一定是1 找接近的按確定 這樣的話就算完 稅率了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的話 就是什麼 以扣稅後 現金鼓勵 現金鼓勵 所以一樣 等於F3 現金鼓勵 所以你就找到現金鼓勵這邊 然後呢 乘上 瓜糊 1 減掉F3 稅率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公司後瓜糊一下 再打個勾 就完成 向下填滿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 這邊基本上呢 全部通通都是用什麼 用名稱 最後的話呢 一樣 插入那個排名嘛 用Rank 所以這邊應該是用統計裡面的 Rank EQ Rank EQ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要排 這邊 排什麼呢 他說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這些 去哪邊查呢 跟正一下 其實這邊 我們也用名稱好了 F3 指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個 叫 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那去哪邊查呢 去 一樣是扣稅後的現金鼓勵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呢 第一個 只會抓 Lumber 只會抓自己一個 那下面這個REF 是Reference 一定是一個範圍 所以REF 它通常是 跟Array一樣 是會抓到一個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下面是範圍 上面指的是 同一列的 某一個儲存格 它比對之後的話呢 會在這個範圍裡面告訴你說 它排第幾 排35 向下填滿 那全部做完之後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是再做VBA 那其實我這邊全部都用那個 名稱的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程式非常簡單 你直接把這個公式貼到VBA裡面的 那個Sales後面 完全不用改 名稱的好處是 不用像之前還要加一個I 因為這邊沒有任何可以改I的 因為它會自己刷嘛 所以待會的話 我想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部分 全部都用名稱好了 好 感覺到你 好 對啊 所以 好